你知道嗎 其實很多我們跟拍的案件 很多是你沒有見過光的 對 你從來都不知道有這些事情是被蓋掉的 那被蓋掉有各種原因 有政治力 有很多的 你讓我想到幾個案子了 對 然後 對對對 然後 也有一些案子是很奇妙的 你知道這個案子呢 我非常熟悉 因為說 我們就 不要講是哪一位 台灣一個巨星 你不要講巨星 你不要有這些 你這樣我講不下去 為什麼 因為你的案子已經巨星了 大家開始點在幾個 那你是什麼 拍到人家老婆那個 那個 這案子不是我拍的 那個是 你太明顯了啊 對不對 姐 沒有啊 你不要這樣子 沒有互光啊 我跟你講 我不負任何法律責任 那話說回來呢 我相信大家都 對於狗仔在跟拍的過程當中 到底有些什麼故事 因為大部分的人看到的都是跟拍之後呈現出來的 對 可能這當中都已經像樹葉一樣散散剪剪 然後枝葉都會剪掉 那有一些事情你們不知道 而且很多時候有些過程很爆笑 我們把那個 它最大的那個料 核彈結料放在最後面 避免你睡著 然後 我們來先講幾個笑話 因為有的時候有些跟拍 一開始的目標不是這個人 但是拍拍拍不知道為什麼最後拍到 就是很多的不小心 當事人不小心 當事人真的 重點 不要說當事人不小心 重點是本來是抓公的 還去母的出事 抓到母的 抓到母的 我們本來還為母的講說 母的好可憐 你現在是在抓雞嗎 不是不是 母的怎麼那麼可憐 結果公的一天都沒抓到 一抓就抓到母的 你不要 你不要講 你知道這個案子呢 我非常熟悉 因為說 我們就 不要講是哪一位台灣一個巨星 你不要講巨星 你不要有這些 你這樣我講不下去 為什麼 因為你的案是已經巨星了 大家開始點那幾個人了 那就去找那幾個人 因為你也跟巨星就成了上關係 王力宏嘛 他也沒告你 我們講這個巨星不會告你的 因為已經 你不要再暗示了 不要再暗示了 對 為什麼會跟到他 跟到他老婆 我也覺得很妙 我跟你講 這就是一個最大的問題 就是夫妻共有財產 那怎樣 車 就是車的問題 對 如果說今天我們知道說 老公就開那台車 女生就開那台車 真的沒有問題 那反過來講 是說如果像有些藝人 家裡可能有三台車子 那老公老婆都會誤開 那這樣誤開的話 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只要一車出來 我們就會跟就會看 而且我插個嘴 因為你們不了解 我們狗仔作業的模式 我們狗仔就會認車 我們那個有眼睛有雷達的 通常看到那個車型 車款 顏色加車號 有時候車燈一打出來 就知道是誰了 對 因為你知道很妙 所以你們不要覺得說 我們怎麼那麼神都跟得到 不是 人車合體 因為藝人都是很 我覺得藝人也是很妙 他也不會去偽裝或什麼 然後又很愛選 對不對 我記得有一些女藝人 都喜歡一些特別色的 一些顏色的車 或者特別款 那你一開出來 你是要全世界都知道 你是誰了 某位小天后不是這樣 好繼續 對小天后在車子那個地方 logo還相轉對不對 對啊 你看我都在講他 幫幫忙 你不是要用全世界的狗仔 跟你嗎 我覺得你們 你們也是很奇怪 到時候還在罵狗仔 真的別說狗仔 就一般路人看到那個 logo相轉都會多看一眼 對啊 對啊 那他們有問會不會跟錯車 但是我插個嘴好像今天訊號 有問題還是因為 太多人要擠上來對不對 好來加油 來一下子暴衝這麼多人 好你說 不然那個時候其實很簡單是 很多藝人的家裡 車子都在哪裡 都在地下室 地下室要不然就斜坡上來 要不然就平面出來 都會一直彎到對不對 對啊 我告訴你狗仔是 任插車燈就知道了 哇 藝人的車子照期 你要知道我們那時候 早期在跟的時候 藝人的車子多數是HID 上面你知道什麼叫HID對不對 就像現在一樣白光 特別的亮 所以那個刺眼的程度 是我們今天在那邊攤著 我們只要看他車燈是很亮 很光芒 或很刺眼的 我們就知道說 八九不離十應該真的給人家出來 張妮妮你好厲害喔 你也是狗仔媽 沒錯 這些人出來就很炫 然後光看車燈 不用看到車號就知道了 對就看車燈 那你是什麼拍到人家老婆 我那個那個 這案子不是我拍的 TOKA兄 那個時候 你太明顯了啊 孫悲姐 沒有啊 你不要這樣子 沒有護光啊 我跟你講 我不負任何保育責任喔 好啦 我不講了 我覺得你這樣子 好啦 我一直被告 我把這個故事講完 我把這個故事 因為我們今天是要呈現這個故事 其實我們一開始呢 是要拍這個巨星 可是我們後來去忽略一件事情 因為巨星就是會兩岸三地 跑來跑去 而且重點 有時候是不在台灣的 你忘了跟大家講說 消息人員透露說 這個巨星外面有誰誰誰誰 已經有目標囉 重點是已經有目標 人失到了 後來重點是長怎麼樣子 大概也知道 後來大概什麼時候出去也知道 後來怎麼樣對他的另一半也知道 所以我是很同情 不是 結果誇張的是呢 從頭到尾就只有拍到他的另外一半 跟他另外一半車上有別的男人 就變成這樣 然後從頭到尾都沒有拍到那個巨星 這也是一個妙 但這不是特例 因為過去其實的確我們做了好幾個例子 這裡有點敏感 你知道嗎 其實很多我們跟拍的案件 很多是你沒有見過光的 對 你從來都不知道有這些事情是被蓋掉了 那被蓋掉有各種原因 有政治力有很多的 你讓我想到幾個案子 對 然後 對對對 然後也有一些案子是很奇妙的 很奇妙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可能一開始收到的線報 是指說 這個人 沒有 我們要跟拍這個女生 這個女生公眾人物 她的老公有外遇 然後 最奇妙的是呢 我們就跟著這個 因為女生是公眾人物 老公比較低調 所以一直就去跟這個女生 跟到最後呢 整個案子都真相大白 那個老公從來沒出現過 結果最後是拍到這個女生有外遇 等一下 盛梅姐 我知道你在講誰了 也是這樣不小心 對對對 我跟妳講這件事情啊 就是車證 對 不對 對 對 因為那個時候我知道的消息是 對 好像那時候放掉也就是說 那女生是一個 光鮮亮麗在前面 對對對 抱一些東西的 非常好 結果呢 那個收到線報是說 男生在外面有外遇 結果 是不是也是車 車 也是車嘛 對啊 對 好 馬上 因為網友 他們就跟著我們很緊張 那有的時候你跟到之後 會不會擔心他下車打人 我告訴你們 小葛不知道被打幾次啊 不要亂說 哇沒有 他有 我要爆料 他 那一次是你吧 哪一次 反正你跟了某位 台灣的第一美女 然後跟跟跟跟跟 然後最瞎 不能講瞎 不是他瞎 是 不是 因為那個 那個台灣第一美女 車上還有另外一個男生 然後他們就 反正吃完飯 然後開車之後 他們一直以為是強盜 遇到搶劫 因為他們那個車開進死巷子 他們就以為他們是世界末日了 後來你們還閃人家 後來才知道說是被狗仔跟 是你吧 我 不是我 你在講 我以為你要講第一美女 對啊 你講的第一美女 另外一個第一美女 我在講的是一個第一名模 第一名模 第一名模那個生日 你是第一名模的專家 第一名模現在都說他 要退出江湖了 但是好像說又沒有 怎麼在他生日的時候打起來 不是在他生日 在他某一個活動之後 後來在半夜的時候 跟另外一家 就狗咬狗嘛 你忘了我還收到法律的 那個那個那個 律師的那個 對對對 律師函 在拍第一名模的時候 對 後來我就是第一名模 看狗咬狗 我還寫了一篇 在五名小站上 後來不是被對方的報社 後來接著律師函 接到你身上 你叫我立刻下架 我說 這麼一點 你怎麼可以控制 我的私人的一個 社群網站的言論自由呢 但你PO上去的是報社的財產 對啦 沒事 你看我們兩個都會吵起來 對確實 你就知道兩個人都是很 你知道因為這件事情發生的時候 社群網站沒有任何安慰 我就算了 我安慰你幹嘛 你是我的屬下 不是 你知道我 沒打你沒揍你 我的相機被他摺爛 這閃光燈被他摺掉 他是講他被另外一個狗仔 狗仔 被另外一個狗仔 不是被第一名模 對不是被第一名模 我們是為了拍第一名模 後來第一名模看到狗咬狗這樣子 後來當下你知道他很殘忍 我們在晚上沒有閃光燈就死掉了 所以那個狗仔一看到 我就先把我閃光燈先折斷 所以我就沒有燈了 我就拍不了了 那拍不了的話我能幹嘛呢 那我就是只能阻擋他 對啊 我就只能阻擋他 最後我就開始有肢體衝突 拍肢體衝突那個人就最後躲回車上 我就從中間把他拉出來 把他拉出來 你們兩個幹嘛 我們是去拍第一名模 然後你們兩個自己在那邊 真的講狗妖狗 然後被第一名模真的笑死了 第一名模就閃 說你們給我 我在那邊給你們拍 你們不要跑 你們不要吵架 真的嗎 我在那邊給你們拍 他笑死我了 可是志琳姐姐真的人真的很好 我真的志琳姐姐真的人很好 沒問題的 我這個東西沒有什麼問題 真的 我怎麼記得某人也告過你不是嗎 誰啊 你說他嗎 他沒告過我啦 他是告另外一個 他是告另外一個 但是那個是我拍的 我拍的另外一個被告 他給人家拍了 不要講那個 不要講那個 那個被告 結果那個被告 被告的時候 重點是他被緩起訴 對啊 我人生差點污點接在那一次 但是我沒有選擇不光 我拍的那我沒選擇不光啊 不是 因為我知道有危險啊 你們大家終於知道 狗仔生活這不是人幹的 真的不是人幹的 真的就是一個 那你拍照了不見得能丟 你知道嗎 真的有圖有證據 但是不見得能丟 一個非常奇妙 很奇妙 而且我剛剛要跟蕭哥講說 他長這樣會像土匪嘛 他好幾次被人家當土匪 哪有啊 沒有啦 你知道有一個混血名模 那次 那次也是 然後 其實那個 因為那個他是一個巴西名模 所以他其實中文也不好 然後他交往了一個也是老外 你就可以想像兩個老外 在東區約會 然後 重點是人家很久沒有見面了 那天飛機台下來 後來明明為了見他男朋友 對 因為他早上的時候在那個某品牌主持嘛 後來結果我下這個貼紙都沒撕掉 某位巴西的名模 對 這個貼紙都沒撕掉哦 後來就私自就是在 去約會 去約會 後來因為男生男友 這麼久沒看到了 好不容易一看到 結果兩個去約會 他剛下飛機而已 後來兩個都在路上 我就拍一個很唯美畫面 是兩個人就直接在斑馬心臟親起來了 哇 兩個巴西人 對 就拍到了這樣的畫面 然後咧 然後拍了以後都覺得說 哇 他們這麼的開放 後來因為畫面非常的唯美 人家男的帥女的美啊 對 就是唯美嘛 而且你幹這種活 你會不會覺得也是蠻奇怪的 人家在那邊親來親去 你在旁邊偷拍 感覺就是好猥褻哦 好奇怪 他們不是為我猥褻 對我就偷偷的觀察 把他講完 到底發生什麼事 我紀錄他們最美的畫面 好 那紀錄完以後呢 他們就要回家了嘛 那回家就去便利商店 去便利商店的時候 我們在想說 這麼久沒見到了 會不會 晚上會有什麼事情要辦 後來可能會去買一些東西 我們就在 因為我們會先聯想 男生繼續買了 會不會去買了 某些正方型的盒子的東西 我們要拍 結果就不小心被發現了 不是因為他已經去買了 他進進去了 我們就是為了要看這個東西 那個男生 那個男生 就是他們就懷疑人家 你知道乾財烈火啦 然後應該會去買防護措施啦 對 我跟你們說狗仔常幹這種事 你知道也蠻無聊的 這故事還沒到我們今天想像 拍人家親親 拍完就知道接下來不知道要幹嘛 但是應該有防護措施 果然難得去買了 結果人家惱羞成怒 然後呢 然後就 以為你是死變態這樣 以為我是死變態拿著大炮 在拍他女友 結果衝出來 你知道老外收到沒東西 你知道 聽說哈囉 拍很快 小酒的脖子耶 對 後來那個時候 我是要為了 護的公司的財產相機 我拿的 你知道相機多重啊 比接力棒還重 我是拿相機這樣奔跑耶 百米的速度這樣奔跑 可是你們不是在巷子裡拉扯嗎 後來被扭送警察局啊 最後是因為我跑了以後 我喘了 我就跳進草叢裡面躲起來 結果被發現 被發現的時候 他馬上跳進草叢的時候 就事實在不對 我又跳出去 我就看到派出所 警察都不知道發生什麼關的事情 我就第一句話說 就是警察他打我 警察看到現行嘛 對啊 他勒住你脖子 對現行嘛 警方馬上把他手抓掉 把我放開 你也聽到了 我當時手上是大爆那麼長 拍不咬近的東西 他說大爆是我們的相機 長鏡頭 對 後來另外一個同事呢 他是拿閃光燈拍 對不對 結果警察把他手拉掉 我解放開了 我一體害他跳過去 要保持距離的時候 他看到那個同事拿相機拍他 他把鏡頭手一甩掉 又去熱他 一熱他 我同事做一個第一個動作 這發現沒有警察局這個地方嗎 後來我的同事第一件事情就是 打開 四肢打開就這樣子 頭響你知道嗎 後來我當時就把他的手相機搶過來 換我拍他 因為我的相機太躺了 我必須要先排到200公尺之後 才能拍他們畫面 可能會來不及 所以我拿相機就拍了 一拍下去 警方就直接把他帶進去 上床 現行犯 現行犯 因為你直接在警方面前動輸 而且聽說 後來他的解釋 因為他就是中文不好 他又不知道你們幹嘛的 一開始說以為你們是死變態 後來又說好像是搶劫的 好像是搶劫的 後來他就很哀怨了 因為女生很有名 可是其實這個男生也是個model 也是model 你知道他是model很帥 女生現在跟天后的前男友在一起 對 對 大家就知道了 反正就是女的超美 男的也蠻帥 然後整個過程就很像一個鬧劇 怎麼會去躲在草叢 你覺得草叢能遮得住你嗎 你這麼大肩 因為他住的地方剛好有一個 有一個公務機關的 公務機關外面都會送花盆 那我們想說天黑的話 那花盆大概高度就有那麼高 那你跳進去躲起來蹲著就好 沒想到我跳進去就被看到 因為我就 我不會往後看 我就衝衝衝衝 我看到草叢我跳進去我就躲 後來躲的時候我發現 他躲到這個方向 他就跳進來了 我就快衝出去了 我跟你講沒有出人命都沒事 他真的很怕 回去吧 他真的也欣賞了 他真的會轉過來 他就能看親一下 你對他轉過來 你放來